大家好,相信很多朋友都认识这种野菜,但是没有吃过,它的营养特别的丰富,一旦发现了,可不要错过哟。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做法,不蒸不炒也不煎,一天吃三次都不腻,清凉解熟,味道棒,做法简单,一拳三连求个关注。 今天去我家小菜园里,又挖了这么多新鲜的马齿剑,把大一点的马齿剑分为小段,顺便把里面的干叶子和烂叶子摘干净。 处理好的马齿剑放到一个大盆中,里面倒入清水,下手洗掉马齿剑表面的灰尘和杂质。 洗了一遍之后,捞出来,放到流水下面再冲洗一遍。 接下来锅中加水烧开,下面这一步也特别的重要,往里面放入适量的食用剑。 放入食用剑,能排除掉马齿剑里面所含的草酸,几滴食用油能起到一个肤色的作用。 少许的盐入个底味。 这时候把马齿剑放进来焯水,还能保住它的营养,一点都不流失。 焯拌均匀,焯水的时间也不宜过长,五六七八秒。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,绿油油的,现在把它捞出控水。 捞出来再放到凉水里面过下凉,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加的脆嫩。 放一旁,给它浸泡五分钟,防止氧化变黑。 下面再准备几个白颜色的大蒜,听它不注意的时候用刀背把它拍松。 最后再把它切成蒜末。 切好放到小碗中。 再放点红椒丁和葱花。 再放66粒白芝麻。 泡上热油,激发出香味。 调味的时候,放入适量的食用盐。 适量的鸡精。 两勺生抽。 适量的蚝油。 一勺四汁辣椒酱。 一勺蒸鱼吃油。 焯拌均匀。 一道万能的灵魂料汁就调好了。 然后,把泡好的绿豆凉皮和麻糬剑倒在一起。 然后,把料汁淋在上面。 哇,连空气中都是香味。 焯拌均匀,美味鸡成。 翻上桌就可以开吃了。 这样凉拌的麻糬剑和粉皮,真的是比大鱼大肉都好吃太多了。 我已经馋的口水从眼角都流出来了。 先来替大家尝一下。 入口麻糬剑清脆爽口,粉皮爽滑劲道。 真的是太香,太好吃了。 这样凉拌的麻糬剑,吃起来也没有酸味。 吃一口根本让你停不下筷子。 喜欢的朋友,你也收藏起来,做给家人尝尝吧。 关键做法简单,好吃还不花钱。 好了,今天用麻糬剑野菜,为大家分享的美食就到这里。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得不错,请点赞收藏,转发出去,让更多的家人都能学会。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。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。 咱们下个视频也订阅一下。